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台湾言情剧 叫我们不能是朋友 一听这个名字啊 你就莫名觉得很疼痛问学 仿佛那个悲伤一哈子叫你流成河 角色设定呢也很简单 女主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小职员 每天努力奋斗阳光看了 相信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做主 男主呢是一家金融公司的CEO 伯爵多才帅气多精 时而深情时而幽默 你光看这个人设 是不是就感觉一个俗字已经扑面而来了 这种类型的爱情剧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我光看了个开头就已经脑补了 一千种这个剧的走向 但事实上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剧的剧情 貌似是朝着第一千零一种去的 女主小白这个贫穷的项目经理 平时一日三餐只花三十块解决 打个车上班都要开发票报销 有天早上她着急上班 不小心被人给撞了一下 东西掉了一地 打车发票呢还被风吹跑了 这个发票呢真是被吹得特别的骄傲放纵 小白几个没追上 她直接被吹到了男主怀里 只见男主粘起了这张发票 还给了小白 她阳蠢一笑 觉得小白这种为了二十块钱发票 都要穷追不舍的姑娘 真的活得好认真啊 她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女孩子 顿时感觉自己恋爱了 不过说实话 这和认真没啥关系 这就是穷 真要是有钱 谁不希望自己过得随意一点呢 但是男主不管呀 他就是觉得女主不一样 然后通过笔记本里的记载 就找到了女主所在的公司 把笔记本还给了他 真愁找不到笔记本的女主 看见居然有人主动把笔记本还坏了 自然很开心 就随口客气了一句 说有空请你喝咖啡 结果男主就装上逼了 女主当时就蒙了 我也蒙了 你这就有点变态了 这怎么一上来自我介绍都没有呢 车就开开了 女主说你不要乱讲 我明明说的是中文 你别在这里偷换概念 男主说你这个生气的样子还挺可爱的 说完就开始往女主身上凑了 吓得女主赶紧就跑了 这时候女主的好闺蜜小黄就上线了 小黄人长得挺好看 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 穷的时候连人都要吃 你太过分了 连英尊也要吃 我一定要妈吃 巧合的是 男主的下属绿哥刚好搭讪到了小黄 于是在男主的受益下 绿哥就邀请小黄带着女主来参加 男主荣升CEO的庆功宴 小白马上去的时候都惊了 自己仿佛误入盘丝洞的白素贞 吓得他啃起了顺指颜味机 然后总裁还准备了个游戏 一个蒙起来的箱子 就被神神秘密的推了上来 这种场合的游戏 我都做好了50度挥发肥挥发的准备了 结果一揭开是个娃娃机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 只要男主能从娃娃机里面抓到娃娃 那他就可以从现场挑一个女神给他生娃娃 女主和我一起又蒙了 这是个什么操作 谁家男主修技能点是这么玩的呀 就这男主还表现得很自信呢 说我只要一个币 女主心想你不就是个大傻币 你还要什么币 但是不出意外的 男主就用这一个币抓到了娃娃 并且把这个娃娃呢塞给了女主 女主觉得这里的人都有病 拔腿就跑 但是却跑进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被男主堵了个阵招 惊慌失措下 女主给男主说 你不要这样子啊 我是有男朋友的 男主说没关系 我也有女朋友 我们都在一起十年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既然追求刺激 那就刺激到底咯 说完就把女主靠到了窗头 那剧情走到这一步啊 我想退出去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带着一种批判的心态 我赶紧快进了接下来的剧情 但是谁知道男主走了 他说自己不想强人所难 然后留下钥匙就走了 你倒是强呀 这人都让你靠起来了 你扭头就走 你这是耍谁呢 你对得起看到这儿的观众吗 原来啊 男主和女主啊 真的都有另一半 通常的电视剧里呢 一般这种剧情里 男主都得是单身 万花从中过 片也不单身 而女主呢 往往身边有一个垃圾男朋友 很快女主就会发现她出轨了 然后立刻封手受伤 然后男主趁虚而入 女主一番扭捏之后 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这个剧就不一样了 男主的这个女朋友阿彪 和男主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才 阿彪本人呢 也是好看大方 没啥坏心眼 狗血的是啊 阿彪还是女主的大学同学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阿彪是他妈去世之前 把阿彪托付给男主的 临终托孤 这操作你能怎么解 诸葛亮都拿这事没办法 而女主身边的男朋友阿蒜呢 和女主也是两情相悦 两个人是办公室地下恋情 偷偷摸摸谈了三年 才走到了今天谈婚论嫁的地步 别的剧里 女主的现男友都是龙套 往往出现个两集就下线了 而女主和阿蒜呢 却是真爱 女主在男主的深情追究下 最终答应了阿蒜的求婚 这里的进度有点快 那我们不如把时间线 暂时往回拉一下 就是说男主啊 自从喜欢上了女主 很快就确定了 女主才是自己的真爱 这个陪了自己十年的女朋友 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是越看越不顺眼 以前还能忍忍 现在是恨不得立刻分手 所以她对女主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包括跟踪 你是跟踪狂吗 打骚扰电话 你有病啊 以及质疑女友 现男友给他俩订的人生计划 是你的人生 还是你男朋友的人生 而女主呢 虽然很爱阿蒜 但是阿蒜没撒钱 还偏偏有很多的人生规划 所以女主跟着阿蒜 注定物质生活上就不太富裕 两个人省吃点用很多年 这才勉强存到了一点 可以买房子的头管 但是因为预算不高 所以能选择的房子 要么偏要么烂 而这个时候 碰巧男主要买房子 中介就把这个房子推给了阿蒜 这叫什么 男主的房子有点贵 不在阿蒜的规划之内 男主呢就告诉女主 跟他过一夜 房子就减800万台币 这要是别人啊 估计能过到房子免费 但是女主还是很犹豫的 不过后来 为了能够让阿蒜住进心仪的房子 女主还是决定 使出这招我虑我自己 来给房子打个折 按理说男主这种行为 为了不招黑 他肯定得是故意测试女主 毕竟真的趁人之危 就太禽瘦了 但是你就想不到的是 男主他真的就是这么打算的 他把女主约出来以后 还不停的提醒对方 后来两个人灯都关了 男主问了一句 你为什么突然就答应了 女主说 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开心 这男主就不得劲了 把女主痛骂一顿以后 决定放手 是恋爱也不想谈了 房子也不想卖了 除了祝女主幸福 没有啥别的能干了 但是毕竟男主心里 始终有女主 所以他背着女主去找了阿蒜 告诉他只要是他买 房子就可以便宜800万 阿蒜虽然撒也不知道 但是也不敢问 于是开开心心的 就把这个事告诉了女主 至此转折点就来了 女主听说男主 依然决定把房子便宜 卖给他们 心里顿时就感觉 暖暖的很贴心 然后跑去问了男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说还能是咋回事 男主深情的告诉他 因为爱你 所以没关系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幸福 这把女主感动得魂不守舍的 后来女主和阿蒜 搬进了男主 卖给他们的房子 好心的阿蒜 还邀请男主两口子 来家里做客 男主趁着阿蒜阿彪出门 抱着女主就一顿情 然后说我还是忘不了你 咱们私奔吧 现在就走 女主正犹豫呢 咔嚓门开了 那两人回来了 阿蒜也在这个时候 掏出了钻戒 向女主求婚了 还禁婚未定的女主 想都不想赶紧就答应了 而这一切 看得男主心里好酸 但是更酸的 其实是女主的闺蜜小黄 她跟女主吃一起 住一起 直到最后女主 都要搬出她家了 小黄才知道 原来女主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搬家 我又男朋友了 你妈 知道 知不知道啊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不能是朋友 这个剧目前播出的部分 这个剧里呢 其实对很多的剧情 走向都做了铺垫 比如男主一开始 对他女朋友就不是真爱 男女主的感情线呢 也有很多细微的伏笔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情况确实乱得很复杂 而且动不动 就给你来几句骚话 这谁记得下来 你是第一个知道 麦可乐意思的人 这很难吗 麦可乐 make love 反正这部剧啊 我是看着挺气的 生气的原因 不是他的剧情 也不是他的设定 而是我居然看这种剧 看着想追根 你说这也不是 他悬疑推理的 怎么就莫名 让人觉得这么爽呢 啊